小姐的头上 我没有 贱人 还敢狡辩 你说 那个臭道士 是不是被你和你那贱人娘亲买通了 我不知道 命格无双 为什么偏偏说的是你啊 不是 你也配 真的 不是 算了 知不知道都不重要 不管那臭道士说的是真是假 今夜都是你的死期 二小姐 我们这么做 会不会太过了 毕竟 她也是老爷的女儿 万一 让老爷知道了 过分 父亲的女儿 哼 如今这府中 本小姐 才是父亲最宠爱的女儿 以后 谁都休想挡本小姐的路 是 二 小姐说的是 今日父亲不在府中 是动手的绝佳时机 来人 将这个贱人 是 居宫 优优独播剧场上 人 明镜 月 冬播剧场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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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帮混账东西 北苑昨夜着了那么大的火 你们都是死人吗 看不见吗 竟生生地让北苑烧成了灰烬 一群废物 父亲 女儿 女儿听说姐姐所住的北苑是火了 姐姐 姐姐她 是啊 老爷 这些年 你命切身执掌后援所示 如今北苑突遭大火 是切身失职了 请老爷和老夫人责罚 玩笑 你快起来 快起来 你这是何必呢 这是一场意外 你无需自责 是秋氏他们母女 福伯罢了 可妾身心里还是难受 已经这些年 切身是真心将袁瑶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这苦命的孩子 是啊 女儿心里也难受 女儿恳求父亲 运追女儿前往安禄寺 为姐姐和母亲 祈福七七四十九日 正是 切身在 那对母女的丧事 就交由你去办吧 简单办个丧礼 随便找两块墓地埋了即可 是 切身一定紧算 请问 这是要给谁办丧事啊 袁 袁瑶 是我 父亲 你 你是如何逃出那火海的 袁瑶得上天眷骨 幸而得从火海逃生 二妹妹 这下子 你不必去安禄寺 为姐姐祈福了 是 妹妹早说 姐姐福大命大 是不会轻易死的 嗯 你无事便好 那北院如今烧干净了 你就暂且 先搬回你从前所住的 碧落院吧 多谢祖母 那我母亲呢 什么 你母亲也活下来了 嗯 嗯 怎的 我今日真是太高兴了 袁瑶和姐姐都没事 我心里这块大石头呀 算是落了地了 哈哈 你母亲 就先和你一起住吧 嗯 袁瑶点头 道了一声告退 转身便走 在经过年锦新身旁的时候 脚步微缓 对她微微一笑 你可要好好等着我呀 妹妹 她笑得那么明媚 可那笑容 却让年锦新寒到了骨子里 望着袁瑶离去的背影 屋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各怀鬼胎 该死的 我明明命人将秋世绑在床榻上 这些没用的下人 这种小事都做不好 她要报复我 她要报复我 我明明看到她被烧死了 她到底是人是鬼 难道 她真是命格无双 莫非 那老道士所说的话 是真的 莫非 那老道士所说的话 是 是真的 哈哈哈哈 年辅元妖 命格无双 如 凤凤凰 天命 还好 我还记得五公和药理 要不然秋世的烧伤 可就没救了 一个白影 突然从远处的树丛中闪过 什么东西 难道 有野兽 什么人 我特意闭气 也捏了身形 她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能发现我 厉害呀 黑血 看来是中毒了 她走到白衣男子身前 俯身查看她的伤口 白衣男子想要反抗 但奈何伤势实在太重 手刚伸到一半 就被袁瑶一巴掌无情地拍落 可能是自尊心受损 一时间 男子竟有些羞愤 别动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没看到我要给你智商吗 心里没点数吗 中了刀伤 又中了毒 真是可怜 不过这个毒 似乎有些年头了 不像是刀口上的 寻遍世界名医 即使无药难解 这个小丫头 竟然只凭着空气中的血腥味 就能诊断出我的病源 她究竟是什么人 你 究竟是什么人 还好我顺便采了 可以止血消肿的药 不过嘛 不是我 她得找石头磨碎 先前冲手打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 现在居然还敢无视我的问候啊 好不容易采的 可惜了 怎么 还先用在我身上浪费了是吗 无理采的女神 你哼什么 疼啊 嘿 老爷们儿嘛 坚强点 这都忍不了 一会儿上药 还不得疼哭你啊 哇塞 你是血牛吗 流了这么多血 气色居然还能如此红润 佩服 佩服 啊 不会是你的仇家追来了吧 需不需要保护你啊 这小丫头 真当我是普通病夫吗 哼 你不用害怕 是我的人来了 哦 那就好 我还有急事呢 先走了 殿下 属下们来迟 请殿下责法 混账 谁让你们来 来得这么晚 男人的指尖 摩梭着帕子上两个绢秀的小字 圆瑶 哼 到这深山老林里来采药 全都是拜正式母女所赐 不过他们 终究只是一些小角色罢了 我看那年老太太 也不是个善长 唉 看来 如果我想在这个时空过得安稳 务必要先拿下这座 护国公府了 父亲 你说什么 要我加入玄王府 是啊 今早下了朝 皇上特意喊为父去了御书房 提了一提此事 说是玄王婚配年纪已过 思来想去 只有我年府最尊贵的女子能配 老爷 这整个皇城 谁人不知 玄王殿下性情残暴 喜怒无常 既行踪 既行踪神秘飘火 锦兴若是嫁过去了 将来定是要吃苦的呀 而且 锦兴与家王殿下交好 家王殿下的母亲是当今皇后娘娘 玄王殿下的母妃早已过去 这两者可是比都不能比的 婉秀 你可知 玄王殿下 在这皇城的地位 那 是 家王殿下 无法比拟的 老爷 我自然知道 玄王殿下的地位 可我也知道 早年 皇上赐给过 玄王几个女子 可我听说 这些女子入府不久 全都突然毙了命 外传是玄王殿下残暴 将他们 行了 你别说了 年锦兴 见年成名 看向自己 父亲 女儿害怕 女儿不想嫁给玄王殿下 可是皇上开了口 为父 也无法拒绝呀 老爷 皇上不是说 选我们府中 最尊贵的女子吗 锦兴怎么算 也是府中庶女 袁瑶才是 这府中的嫡女啊 袁瑶 可 袁瑶这些年 从未出现在 外人的视线中 皇上知道了 怕是会治一个 欺君之罪吧 老爷 你可真是糊涂了 这些年 我们一直对外宣称 府中敌女病了 才不曾出现在众人眼前 如今大可说是痊愈了 谁又会往深处想呢 而且 让袁瑶嫁给玄王 对他来说 也是天大的恩赐 还有 还有啊 玄王殿下就算再不喜欢 看在护国公府的面上 也不会为难他的 父亲 家王殿下 前几日来找女儿 惊口许怒 会娶女儿为妃的 真的 年锦辛 微微点头 垂下眼 面露羞涩 既然如此 那便让袁瑶 嫁给玄王吧 李腾 老爷 今日起 不必再磕待大房母女 吃穿用度 都按敌女该有的来打点 再吩咐府中所有的人 袁瑶从今日起 重新尊为府中敌女 等这小贱人 嫁入玄王府 看能哪还有命回来 大小姐好 夫人好 大小姐和夫人 前几日遭遇大火 老爷心中一直计划 便让小的送些东西来 再拨一些下人 过来伺候 哦 放那儿吧 不应该呀 年成名 怎么突然转性了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呀 哎 这日子过得真没意思 上山打了一天 就打到两只野兔子 就是呀 没意思透了 回家还要看她 臭朋友脸色 一想到我家 那个黄脸婆 骂骂咧咧的模样 老子真想撂条子不干了 美呀 太美了 老子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美的女人啊 嘿嘿 小妹妹 这么晚了 去哪呀 要不要 哥哥送你啊 滚 哎哟 瞧瞧这小娘子 生气都这么好看呢 嘿嘿 可不是嘛 我家那黄脸婆说起滚 哎哟 那就是一张母夜叉的脸 看这小娘子皱眉头 哥哥 我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呢 怎么样小娘子啊 要不要陪哥哥们玩玩 哥哥们保证会让你舒服的 你刚才说 要把心都掏给我 是吧 嘿嘿嘿 对对对 只要你陪哥哥玩玩 哥哥心都给你 哎呀 我忍不住了 小娘子啊 我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 啊 杀人了 杀人了 想跑 对女子行为不鬼者 都该死 哼 到哪都有臭流氓 在年元窑远去后 两个身影 从暗处眼见 殿下 没想到年大小姐 不仅艺术精湛 身为深贵女子 竟然还有这么恐怖的身手 要不要属下 再去调查一番 不必 是 殿下 那这边的残局 花骨水化了 你是谁 你不是我的女儿 你说 你到底是谁 你的女儿元窑 被年锦心放的一把火烧死了 而我是来自另一个时空 我叫年暖暖 元儿 我的女儿 我要杀她们 我要她们偿命 秋夫人 你冷静一点 冷静 如此没有公道 你叫我怎么冷静 正因为你女儿死了 难道你不想把这个公道 替她讨回来吗 秋夫人 与我合作吧 我既然占了你女儿的身体 必会替你们 讨回这公道 那 我要怎么做呢 第一步 拿回属于你的掌家之权 姑娘 是坐大厅还是包间 包间 您 您 年元窑脚不顿住 看了眼这名陌生的男子 年元窑偏眸 在看到屋内的人越走越近后 稍稍一愣 只觉得有些眼熟 但一时竟有些想不起来 怎么 救命恩人不记得我了 你的伤如何了 不太好 今日的她 一袭黑色的云锦长袍 头戴墨语官 容颜绝美 气质冷傲孤轻 见自己有些失态 年元游暗骂自己一声花痴 你刚才说 你的伤不太好 你要不要帮我看看 嗯 好啊 真是变天了呀 自家殿下居然亲自给人倒水了 年元窑喝了口茶 看向男子 你把衣服脱了 你不是要检查伤口吗 我指的不是外伤 那是 手给我 年元窑 掏出随身携带的银针 取了男子一丝纸圈血 倒入一个干净的茶杯之中 轻轻的 嗅了嗅血的味道 怎么样 你中的毒 是鬼血虫的毒吧 你会解毒 我 对于这个蛊毒 他倒是有几分把握 但这毒性已久 解毒并非一息之间的事情 况且 他并不熟悉眼前的人 所以不能轻易地应允此事 你若能解我的毒 我便许你任何条件 任何条件都可以 从茶庄出来的时候 年元窑的手里 多了一份契约 他答应给那男子解毒 而解毒期间 他可以提任何条件 落款签字的时候 他迟疑了一下 签了自己另一个名字 年暖暖 殿下 看来明臣道人说的是对的 前段时间电信的贵人 新黄兴将士 殿下所受十年古毒之苦 即将就终结了 暖暖 这个名字很好啊 只听喷了一声 窗户被人打开 窗户外 坐上跃进一道黑夜 是我 啊 你怎么来了 你都毒发了 男子见到年元窑后 有些安心 不等年元窑说什么 自顾自的 走到旁边的床榻上 整个人躺了下来 喂 你怎么知道 我住在这里啊 你知道我的身份 我讨会儿 你帮我解毒 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 就该知道 如今我与玄王有着婚约 你这般贸然闯进我的房间 与理不合 画闭 床榻上的男子睁开了眼 眼底闪烁着几分细血之意 你倒是清楚自己的立场 你呢 你到底是什么人 鬼血虫的毒 我还未研制出解药 只能用我调制的毒液 以毒攻毒 暂时压制一段时间 你先将他喝了 我再为你试针 过程中我会守着你 我会让你救死丧命 床榻上的男子闻言 毫不犹豫地 伸手接过了小瓶子 将里面的毒液 喝得已干而净 在男子喝下毒液后 宁元瑶取了银针 替他试针排毒血 五更天时 床榻上的男子 缓缓地睁开了眼 你怎么样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天马上亮了 你快走 啊 年元瑶坐起身来 打了个哈欠 想着 等男子走了 自己可要好好睡一觉 你说什么 年元瑶的房间里 有男人的声音 是的 奴婢轻而听见大小姐 和一个男生在屋里说话 好啊 身为未来的玄王妃 与人私通 这可是掉脑袋的大字呀 乐云 我们现在就去碧落阁 堵着年元瑶和那个野男人 你再潜然去一趟老爷那里 还有家王府禀报一声 今日 我要亲眼见着那个小贱人 死无葬身之地 年元瑶正督促男子离开时 忽得听见 狗女子 人都给我响开 你想慢慢离开 我先出去了 啊 郑姨娘 这一大清早的 你发什么疯呢 哟 大小姐起得够早的 怕是昨晚一夜都没闲着吧 哼 郑姨娘真厉害 连我一夜没睡都知道 这回你来干嘛的 叮嘱我 早点休息吗 年元瑶 你要不要脸呀 身为龟中女子 未来的玄王妃 竟在龟房里偷藏男人 你如何对得起玄王殿下 又将我们护国公府的脸面 放在哪里 娘这是在说什么呢 大姐怎么会在房间里藏野男人呢 婉秀 怎么回事 家王殿下在此 不可胡言乱语 老爷 这么大的事情 妾身哪里敢在这里胡说八道呀 妾身也是有了确凿的把握 才敢如此的说的 元瑶 你怎么说 父亲 这么一大盆脏水泼下来 我还能说什么 反正正姨娘是铁了心 看女儿不顺眼 时不时 要来闹上一场了 国公大人 此事事关皇家声誉 还请国公大人延长 来人 去搜 等等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我元儿是清清白白的 你们又是搜房 又是说有野男人的 是存心要抹黑我元儿吗 凤英 你莫要阻拦 此事事关重大 家王殿下也在场 你莫要冲撞了家王殿下 父亲 那若进去搜了没人 正姨娘 该如何处置呢 老爷 妾身今日如此大张旗鼓 也是为了府中清云 以及皇室的脸面 是我等等搜查过来 真的是妾身冤枉大小 妾身自愿交出后院的掌家之权 每日跪在碧落阁门前半日 以表歉意 好 进去搜 可护卫前一秒跑了进去 下一秒立刻跑了出来 回禀老爷 大小姐的床榻上 躺着一个男人 该死的臭男人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不来套路出牌呢 家王殿下恕罪 你女干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老臣绝不顾惜 还请家王殿下 莫要迁怒于府中其他人 国公大人放心 一人做事一人当 精锐之事 你且在府中解决即可 父皇那里 本王不会吐露半分时强的 多谢家王殿下 多谢家王殿下 你女 我真没想到 我孟年家 竟会出你此等下贱之人 老爷 你不能杀元儿 你要杀就杀了我吧 你滚 你交出的好女儿 等我杀了这个义女 再来解决你也不迟 丑死了 老爷 你看 这个前夫 还敢出来说话 缓落 只见一道奇长的身影 管部 从年元窑的房间内走出 姿态雍容 容貌如画 在看清眼前的人时 年成鸣手中的剑 呼得哐嚷一声凋落在地 满眼的不可置信 刚才握着剑的手 渐渐的颤抖起来 国公大人这是要打杀谁啊 拜见玄王殿下 封玄亭触及到了年元窑的视线 咬了挑眉 似乎心情还不错的样子 年元窑这会儿 只觉得头疼 意外在森林里救的男子 竟然是玄王这尊大佛 三哥 玄 玄王殿下 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跪下 拜 拜见玄王殿下 哼 本王路过护国公府 有些累了 便在未来王妃的屋子里休息了一会儿 方才是谁 一口一个野男人 肩服地换着本王 封玄亭 是封帝最喜欢 却又忌惮的儿子 封玄亭九岁那年 前兵马大元帅邱永安 呼得被除去职务 关入了死牢之中 而邻国大敌破在眉睫 是九岁的玄王亲自领的兵 部署了震惊世人的千眼阵法 一举歼灭了邻国敌军 这些年 封玄亭 秘密败在了一名高人门下 如今封玄亭的身手 更是深不可测 无人能敌 殿下 您突然来了圆瑶这里 引起了贱妾的误会 才闹出了如此一出 还请殿下大人 不计小人过 饶了贱妾这回吧 是啊是啊 玄王殿下 贱妾也是为了您的声语着想啊 如今是一场误会 那也再好不过了 何时一个贱妾 都敢在本王面前说话了 是 还不快闭嘴 三哥 今日一试 是场误会 既然您大小姐没受什么伤害 不如就此作罢吧 哼哼 本王未来的王妃 差点就被打杀了 此事如何作罢 可 就算年元瑶是真的找了奸夫 那也给由本王来处置 轮不到旁人 玄王殿下 今日事出有因 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姐姐房间里的人 会是玄王殿下 所谓不知者无罪 请殿下放过我父亲和母亲吧 锦心愿意受任何惩罚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我 三哥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蠢货 你一大清早就出现在此 没想过是何原因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 风家河的脸色呼得也沉了下来 原来如此 今日一早 她便被找来护国公府当枪使了 袁瑶 事情皆因你而起 你来说句话吧 方才 在搜房之前 郑姨娘还记得 自己说过什么话吗 大小姐 大小姐 是贱妾错了 贱妾 愿意交出掌家之权 也愿意每日跪在碧落阁前 给大小姐请罪 好 袁瑶 你郑姨娘愿意受罚 玄王殿下 你觉得呢 罚贵而已 不够诚心 那 国公大人这位贱妾 能说会道的本事 今日真是让本王开了眼睛 可这声音实属过早 本王不想再听见 是 在正式受刑期间 老臣会命人将正式的嘴缝上 不会 讨饶殿下和大小姐 哦 本王刚想说 拿抹布堵上便是 没想到 国公大人对待自己的爱妾 如此狠心呢 也罢 既然国公大人都这么说了 本王自然要给你这个面子 那么即日起 致本王与王妃大婚事 正式须得每日 逢着嘴跪在碧落阁前 一日 都不能停歇 还不快谢谢玄王殿下不杀之恩 贱妾 谢玄王殿下不杀之恩 嗯 本王先走了 以后有事 便拿着令牌 来玄王府找本王 多谢殿下 嗯 风玄庭话落 没有在碧落阁继续逗柳 一个飞身 扎眼便消失在了碧落阁内 啊 老爷 切身不想缝嘴 您救救切身呀 滚 今日若不是你闹事 怎么会有这一切发生 差点整个国公府 都要被你毁了 事已至此 郑姨娘多说无意 先去将嘴缝上 跪门口吧 殿下 你救救我母亲吧 哼 她是秋游自取 军部的旁人 郑姨娘 你的嘴是你自己封 还是我来给你封啊 大小姐 你饶了妾身吧 妾身真的知错了 妾身给你磕头了 这会磕多少头都行 求你不要缝我的嘴 年锦心 先请你放火 要将我活活烧死在北院之中 我是如何求你的 你可曾心软了 年锦心 这一巴掌 我早就想给你了 你小小年纪 心思歹毒 读了那么多圣贤书 都喂到狗肚子里去了 大小姐 以前的一切 都是妾身的错 是妾身诸狗不如 请你饶了我吧 不 妾身不求你饶了我 只求你不让妾身受缝嘴之行 除了缝嘴之行 其他 你就能接受了 好呀 那就不封嘴了 改成 那就改成 每日鞭打二十吧 什么 每日鞭打二十 你觉得 我心狠吗 当初是你怂恿父亲 将我有母亲 关入北院的 而这十年之中 你处处苛待我们 给我们吃馊了的饭食 生病 也不许大夫来给我们医治 但是 甚凭我们母女住在漏风漏雨的北院里 口言残喘了十年 郑姓 郑姨娘 你功不可没呀 妾身认罚 妾身认罚 好 那就先去毕落院门口跪着吧 到了五十 你便可离开了 是 大小姐 郑姓 郑姨 今天祖母找你来 是有一件事情要通你说 祖母请讲 今日早上 你们毕落院闹出的事情 我这里已经知晓了 那郑氏确实是不像样子 委屈你和秋氏母女了 有玄王殿下 为元妖做主 元妖不委屈 元妖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可以放过郑姨娘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我要正式 交出长家之权 好 那就暂时我来长家 不 我的母亲是父亲的正妻 如今父亲复了她的头衔 理应由她来长家 祖母 你年岁大了 不适宜在操劳后院所事 你说是吗 老夫人 大小姐说的是 后院所事繁杂 实在操劳 你还是交给大夫人吧 好 就按你所说 多谢祖母 本王近日所得两件珍宝 今日得空便前来送与王妃 多谢玄王殿下 嗯 礼物带到 本王便也不多留了 殿下 不如与元妖 一同去花园喝杯茶吧 嗯 殿下每每一出现 那正是 便吓得和丢了回一样 真是好笑 她不做亏心事 自然不必如此怕本王 难道 殿下不知道你的传闻吗 那你难道不怕本王吗 殿下的命 如今拴在我手里 我不怕你 殿元妖 你是第一个敢这么与本王说话的人 是吗 那真是我的荣幸 后日是本王的毒发指 我还未调配出解药 总是差那么一味药 何药 我也说不准 只是如今 我手头上 能接触到的药材 大多平庸 不知你是否知道哪里 能有大量的珍稀药 碧波潭边的天山上 好 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不了 本王相信你的实力 殿下 您不是说不跟着年大小姐去天山吗 为何又偷偷跟着去了 本王乐意 这里的药材 还真是珍贵啊 手指刚触及到一株灵芝 一旁的雪堆里 不得窜出一个黑色的东西 小黑乖 姐姐只是想找一些药材 来做解药救人的 你去通知一下你的主人好不好 让姐姐找一些药材 行不行 姐姐不会白拿的 姐姐会付钱的 哦 姐姐可是带了雪山之玉打磨而成的 青驴玉枕和玉牙书来的 殿下 这年大小姐 竟然会愿意拿这么珍贵的宝贝来换药材 莫非真是一者人性啊 不 她用本王赠的东西来救本王的秘 是不想欠本王的人情 而是要本王欠着她 第一 我不叫小黑 第二 我的主人不缺珍宝 啊 那你叫什么 看你怪可爱的 我想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白白 啊 啊 怎么了 你有意见吗 啊 没有没有 啊 真累啊 年元瑶一边打了个哈欠 一边从怀里掏出一颗干果 吃了起来 你吃吧 酸酸甜甜的 很好吃啊 年元瑶又往前推了推 灵猫白白见状伸出了爪子 抓起年元瑶手里的干果 吃进了嘴里 下一秒 灵猫白白碧绿色的眼珠子里 呼的 泛出一道明亮的光泽 似是兴奋 似是喜悦 一下子笑弯了眼 怎么样 很好吃吧 硫磺草 雪珊瑚 凤凰尾 我能带三样药材走吗 我想想 可以 不过你能不能再给我吃点干果 你已经吃完了吗 可我这次 只带了一点点啊 这样吧 我过几日 给你送干过来 行不行 真的 年元瑶笑着点点头 与灵猫白白达成协议后 年元瑶便带着三样仙草下了天山 此时的山头之上 灵猫白白望着年元瑶远去的背影 有些不舍 她的身旁 站着一名白袍老者 同样凝视着年元瑶离去的身影 白白 这么多年 你真正的主人终于出现了 驾 年元瑶回到房间的时候 只见风玄亭正坐在房间的摇椅上 微闭着某小气 面色却有些泛白 她的毒发了 快 喝这个 诶 这还不是真正的解药 但若我调配的没错 以我的经验 这次会让你半年不毒发 但这半年内 说是还找不到解药 半年后 这鬼血虫的毒 就再也压制不住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从与本王达成过协议 只要帮本王解毒 便可提任何条件 你可想好了 想好了 哇 好美啊 姑娘 兔子灯没了 只剩莲花灯和龙凤灯了 这龙凤灯是一对一卖的 要这个 还有这个 你 要买两个灯 嗯 这个好看 送你 颜云瑶抱着凤灯 仔细看了眼 微微拧眉 这凤灯可真丑啊 还不如莲花灯呢 愿早日寻到仙草 解殿下之毒 你的愿望就这么浅薄吗 浅薄 殿下为何如此情容 没什么 殿下 本王不吃这种东西 你吃吃看嘛 挺好吃的 吃一个也好啊 看着年元瑶一个劲地怂恿自己吃 冯玄亭微拧眉心 想要拒绝 但看年元瑶 谋鹿些许期待 于是 龟是神差的低下头 咬了一颗糖葫芦 酸甜的口感 对他来说实在是糟糕 好吃吗 年转转 剩下的你吃 不准浪费 年元瑶扔了糖葫芦 有些心虚 走路时竟没注意 脚下有根香蕉皮 脚底一滑 整个人往前面的风悬亭扑了过去 风悬亭感觉到身后有异样 回过身时 只见年元瑶整个扑了过来 栽进了他的怀里 连带 我居然把风悬亭那个魔鬼扑倒了 还这么亲了他 风悬亭从地上站起来时 望着年元瑶瑶匆匆离开的背影 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露出几分低笑 滋味真不错啊 喵 喵小姐姐 我的师父不要我了 以后我就跟着你好不好 嗯 我考虑考虑吧 别骂别骂 作为你的灵虫 我先送你一个见面礼吧 什么见面礼啊 度你内力 不过在此之前 你能不能先给我吃几颗干果 年元瑶的丹田之处总觉得热热的 且有无数的气体 在自己的各个经脉处游走 让他有些难受 白白 好好的 你度我内力有什么用 小姐姐 你真蠢啊 有了内力 你就可以和我一样厉害了 小姐姐 你怎么会喜欢 玄王那个冷冰冰的木头块 喜欢 谁说我喜欢他了 啊 不是吗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这能和喜欢挂钩在一起吗 灵猫看着年元瑶陷入沉思 微微拧着眉头 正准备再说什么事 忽然感觉空气中有些诡异 年元瑶也发现了这份诡异 因为他感觉到 房间外有人的气息 年元瑶连忙细了灯 躺倒在床榻上 不一会儿 有细碎的声音 从门口的方向来 离他越来越近 透着月光 年元瑶往地上看去 只见 这时自己的房间地上 爬满了黑色的蝎子 我去对付外面的人 哼 正愁去毒物来调毒液 这会儿白白的送上门了 滑落 因元瑶手一扬 掌心内一把毒粉撒在地上 原先爬向他的毒蝎 刹那间 全树停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小姐姐 快出来 她被我的内力 镇碎了五脏六腑 活不久了 你的主子只拍了你一人前来杀我 看来是不曾和我交过手的 否则 怎会如此小瞧我呢 大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把这个尸体处理一下 年元瑶昨夜被惊扰的没睡好觉 早晨还在昏睡时 便感觉自己的脸被人狠狠地掐了一把 嗯 早上好啊 心情不错 还好吧 你一大早的来找我 有事吗 嗯 本王已经和年国公打过招呼了 即日起 你便搬入玄王府入住 为什么 是你体内的毒性不稳了吗 听说你昨夜遇刺 国公府的护卫太弱 万一你哪日一不小心被刺客弄死了 本王体内的毒可怎么办 我没那么弱 如今并未到我们婚约的日子 贸然入住你玄王府 旁人会如何非议我 你的意思 本王可不可以理解为 你想提前称欢 别 我还想等着在婚约之前 替你找到解药 还我自由之身呢 你说什么 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说的不对吗 年软软 你可真是没心没肺 小姐姐你好蠢哦 蠢 玄王这个别扭鬼 嘴上说你没命了 没人给他解夺 可心里明明就是担心你的安危 才让你驻他府里去的 你也真信了他的话 哎哟 明明是两个聪明人 怎么一碰见对方 就都成了笨家伙 真是急死了 明天圆瑶会晚些来公主府 让本公主自己找地方玩去 原来是带着圆瑶来游湖了 她是开窍了 可圆瑶这个小傻子呀 根本看不出来皇帝喜欢 我看不出来吗 这可不得了 你可行吗 我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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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此言一出 年元瑶顿觉的有些头疼 想了想婚事之前发生的事情 莫名的脸一红 满面的窘迫 脑海之中 忽然闪现出了一个 在湖底时的画面 莫名的 年元瑶下意识地看了眼风悬亭 又低下头 抿了抿唇 片刻后 侍女灵音端了一碗白粥 你先出去 是 殿下 还是我自己来吧 如果你的手还能举起来的话 你就自己来 花落 年元瑶抬了抬手 发现双手一振的酸麻 根本抬不起来 你被涨气形成的水浪震伤 要过几个时辰才能复原 先吃点东西 年元瑶敏唇有些尴尬 但自己作为医者 也知道 这个时候吃点东西 才容易复原 只能张了张嘴 由着风悬亭 一勺一勺地喂自己 这里是清悬阁 以后由灵音负责你的饮食起居 我有些困了 我先睡会儿 嗯 啊 殿下 小的去了公主府 金默默说 公主进宫陪太后谈天去了 不在府中 让黄金以后不准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啊 金默默说 长公主也是好心 想给殿下创造机会 这才想了这个办法 请殿下不要恼公主了 风悬亭自然知道 昭仪公主是个有分寸之人 可想到今日之事 仍旧对昭仪公主的行为 感到一丝无奈 甚至还有一些后怕 灵音 殿下请吩咐 好生照顾好她 有任何情况 立即来禀报本王 是 殿下 殿下 王妃来了 本王知道了 你们退下吧 当踏进房间后 房间内此刻未亮烛火 黑暗之中 风悬亭感觉到 有一具柔软的身体 忽然从后面抱住了自己 殿下 元妖 你怎么来了 元妖想殿下了 所以来找的殿下 此时的年元妖 已经换下了来世的长裙 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青衫 胸前的肚都若隐若现 殿下 我困了 我们早些就寝吧 当手指还未触碰到风悬亭的衣领时 明月摇呼的被一股蛮横的力道狠狠地掐住了脖子 你是谁 房间内烛火亮起 风悬亭周身浸满了寒意 冰冻的视线冷冷看着眼前的女人 殿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本王的软软 绝不是你这等凤荡之祸 你究竟是谁 殿下 你我大婚在即 且早有福气之时 你如今竟然这般熟悟 本王平日里亲暖暖一口 他都要脸红半天 你今日这般主动挑逗勾引本王 马脚实在露得太快了 说吧 风悬亭手中掌风一挥 眼前 一张人皮面具 缓缓地飘落在地 没想到 圣相的千金竟如此不知廉耻 玄王殿下 殿下 你从来都不知道 昭雪究竟倾慕了你多久多久 殿下已经几百次几千次 出现在昭雪的梦里了 昭雪只想留在你的身边 哪怕殿下不给昭雪名分 昭雪也心甘情愿 这些 与本王何干 你敢冒充本王的软软 知道下场是什么吗 殿下 我 灵溪 王爷 接下来该怎么处置 既然圣小姐喜欢模仿别人 不要自己的脸了 那就毁了吧 是 属下懂了 殿下 昭雪错了 昭雪再也不敢了 殿下饶恕昭雪吧 一日一早 当圣昭雪醒来 看到自己脸颊上的三道深深的血痕后 当场又昏了过去 圆儿 来 娘 什么事啊 这件假衣是娘后来又改过的 比上次你看的那件 加了更多的点缀 这马上就要大婚了 还不快点试试看这个假衣 快去换上 我的圆儿实在是太好看了 再过几日就要大婚了 我们圆儿 一定是南下朝最漂亮的新娘子 娘 谢谢你 好孩子 成婚后 好好与玄王殿下过日子 知道吗 夫人 小姐 玄王殿下来了 让玄王殿下看一看 圆儿美丽的样子吧 啊 这不太好吧 来 快来 此刻 碧落院的大厅里 风玄亭正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等着年元阳 当视线一瞥 瞥见一抹红色入了眼帘后 风玄亭清浅的眉眼上 染上了一抹惊艳的光泽 好看吗 好看 玄王殿下还为用晚膳吧 若不嫌弃的话 一起留下来吃顿饭吧 岳母大人 以后称呼本王名字即可 您是暖暖的母亲 在本王面前 无需太多礼节 玄 玄婷啊 那先一起留下来吃个晚膳吧 好 参见玄王殿下 不知玄王殿下在此 微臣有失远迎 国公大人免礼 玄王殿下 微臣已经在前厅 备好了精美可口的膳食 不如请玄王殿下一步前厅吧 年成名看着秋氏这里的饭菜 心中暗骂秋氏真不懂事 就拿这些东西 糊弄玄王殿下 无妨 本王很喜欢岳母这里的饭菜 国公大人打扰本王用膳了 还是先离开吧 用过晚膳后 两人漫步在 护国公府的花园里 影子将两人晃动的衣衫 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 这一刻 年元瑶是心安的 她只希望 时间永远停留在此时 此刻 小姐快看 这还有两日就要大婚了 燕夫人吩咐了下来 让府中下人们 尽快把红筹和喜字都装扮上 王妃 王妃 灵音 怎么了 王妃 不好了 王妃毒发昏迷了 拜见长陵郡主 太后娘娘身子不适 还请郡主即刻进宫 现在吗 宫中的太医呢 我之后有急事离不开 郡主 什么急事比得上太后娘娘啊 太后娘娘危在旦夕 还请郡主一定要亲自去啊 老太监说着跪了下来 不如王妃 先进宫去看一眼 太后娘娘吧 王爷那里 林公子正在帮她度真气 那好吧 郡主 请吧 踏进马车的一刹那 身后的老太监 眼内露出了一抹精光 年元瑶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极为黑暗 又湿冷的地方 刚刚动了一下后 年元瑶便听到了一阵铁链的声音 随后惊异地发现 自己的双手以及双脚 都被铁链紧紧地绑在一起 无法动弹 年元瑶 你醒了 皇后 怎么是你 身为一朝皇后 你是想动我私刑吗 私刑 年元瑶 年元瑶 本宫要好好地折磨你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说起来 我很好奇啊 我先前从未得罪过你 为何 谁让你是被风玄亭选中的女人呢 看你这皱眉的样子 怎么 是风玄亭的鬼血虫之毒 发作了吗 你怎么会知道鬼血虫之毒 难道 难道 不错 风玄亭体内的鬼血虫之毒 就是本宫下的 竟然是你 皇后 你会不得好死的 是吗 可如今像条狗一样被绑在这里的人 可是你 皇后 你在宫中如此猖獗 不怕被皇上知道吗 年元瑶 你还不知道吧 本宫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经过皇上点头的 你说什么 而且 如今外界都在圣船里逃婚 皇上震怒 已经下了圣旨 将圣昭学许配给了风玄亭 如期大婚 所以 明日的这个时刻 是圣昭学与风玄亭的大婚之日 圣昭学才是玄王妃 春 everything ウイ 光 混 � Bets